在这个下着雨的夜晚 此时此刻的你 正错过着谁 又或者 正遇见谁 开始 或者结束着 怎样的一个故事 有人说人生游的时候 就像一道多项的选择题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向往流浪 我们向往自由 我们不喜欢约束 总想着什么事情 自己都可以去尝试 可以去做 所以我们不停地追逐 以为到一个地方漂泊 那就是旅行的意义 直至后来 我们累了才明白 原来流浪不是身体 没有目的的行走 而是心 没有一个让你能够 停留下来的地方 没有一个 能够让你停留下来的人 如果爱 就让自己每天都 更爱对方一点 如果被爱 就让自己每天都 做得更好一点 我们都要让彼此感觉到 什么叫做值得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 习惯性地开始 闭上自己的眼睛 安静地去想念一个人 想念一张脸 或许他会把手机打开 听着自己的音乐 喜欢的音乐 认识那个人时候的 这也是为什么 触景生情 有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些场景 一些音乐 情不自禁 忍不住地 闪然泪下 有人为你为什么哭泣 而你 却默然无欲 在他们的心里 能够有这样一个人 可以想念 他可能觉得是值得的 所以 当你心里被填满的时候 这些 也就够了 有些人 等之不来 他便会离开 有的东西 要之不得 他便会放弃 那些过去 关于幸福 或者伤痛 我们却无奈地 只能选择 把它埋在心底 有个懂你的人 便是最大的幸福 这个人 不一定要十全十美 但是 他能够读懂你 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 有的时候 他的一领一笑 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 你只需一个微笑 便懂此时 他在想什么 能看懂你心里的一切 最懂你的人 总是会一直默默地 在你的身边 守候着你 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 可是 他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 你如果都不了解自己 凭什么要求别人来了解你呢 你如果都不心疼自己 凭什么要求别人来心疼你呢 你如果都不尊重自己 凭什么要求别人来尊重你 你如果都不爱自己 那 你又怎么让别人来爱你呢 所以在你抱怨别人之前 请先了解自己 心疼自己 尊重自己 爱自己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 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 总忧虑明天的风险 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 今天的生活 怎么能过得如意 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 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 今天的心情 怎能安享 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 都是痛苦的源泉 痛苦源于不充实 痛苦源于想要 然又得不到 生活充实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我们的人生 自然 也就充满了阳光 如若有一天 你丢失了爱情 请打开你的双手 左手是你的过去 右手 则是你的未来 当你双手合十 两手交病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 就是你自己的现在 你在这一开一合中存在着 所以 又有什么好值得悲哀 过去的总是一面 未来的才是另一面 请不要让你的右手孤单 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 浪费在这开合之间 过去了就把它合上 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的一天 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知道时光的含义 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读懂 而且去珍惜 这世界上 并没有分离与衰老的命运 只有肯爱 与不肯去爱的心 你要相信 有一个人正向你走来 他会带给你最美丽的爱情 你要做的 只是在那个人 没出现之前 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知道 这世上有人在等着我 但我不知道他究竟会是谁 所以 我每天都很快乐 我们不能指望 从生活中得到 我们明明知道 得不到的东西 生命只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收获 不在这里 人生就像一道多项的选择题 困扰你的 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 而不是题的本身 因为他在这个人身上 我就是想要走来 去哪里 我也是想要走来 我们是个人的 我就是想要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